欢迎大家收听USANA优播客 我是主持人Betty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美容保养这个议题 自古至今啊 爱美都是人的这个天性 人们呢都在寻求多种长生不老 或者是像抗老化抗衰老的方法 例如啊你会改变生活作息 调整饮食 使用各式各样的营养品 或者是保养品 甚至是到现在非常发达的医学美容 当然啊有一些人天生立直 但如果没有勤家的保养啊 我们的肌肤啊 终究会走向熟灵机的一天 说到底啊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到内在调理 外在保养 双管齐下养出好肤质的秘诀 今天呢非常的荣幸 能够邀请我们的黄金董事 陈薇Vivian来跟大家聊聊 目前年轻人的美容保养趋势 并如何利用美的商机来扩展自己的事业 哈喽Vivian 先来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吧 哈喽 先上Yousana Podcast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陈薇Vivian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世界名言 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是赫莲娜女士说的 那么肌肤的保养呢 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一处即可及的 真的是一定要靠每天不间断的保养 每次啊 其实看到Betty都觉得她的皮肤超级好的 就像少女鸡一样 白里透红 所以呢 有保养是老样子 没保养是样子老 有保养呢 就像Betty和我一样 可以动住年龄 动住青春 让大家都猜不透我们的实际年龄 成为一个年龄沉迷 身材无敌的人 真的是非常谢谢Vivian的称赞 但是我也不敢当啦 OK 但是呢 真心觉得啊 有保养真的有差 那身为其实像您看起来这样 如此的这个年轻 但是我相信实际年龄 也一定非常的轻 就是非常的年纪轻 那你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人的一个年轻人 美容保养的方式 和以前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确实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以前 获取保养的资讯方式比较单一 选择呢 也比较简单 说到现在 现代年轻人的保养趋势 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情况 都是受到原生家庭影响居多 尤其是作为家长的妈妈 影响比较深 因为我自己也是受妈妈影响比较多 对 那根据我的观察呢 其实我觉得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呢 就是属于天生利指 不需要额外涂涂摸摸 一贯擦全脸的 几乎没有什么保养观念 那生活习惯呢 也会变得比较随意用 想用就用 或者是不用 妈妈怎么使用的 潜移默化 小孩就会模仿 或是跟着用 那第二呢 其实我觉得是 妈妈没有传递正确的保养观念 同时呢 也认为 小孩现在可能比较小 还比较年轻 可以不需要保养 那么直到可能青春期长痘痘痘 才开始意识到要清洁我们的护肤 第三呢 现在科技发展比较快 网络资讯也非常的丰富 很多学生族呢 会看广告啊 或是网红 名人推荐 还有YouTube的开箱测评影片 等等跟风效应 估计也占比比较高 那这一个族群呢 大多的观念呢 都是比较重视彩妆 忽视了保养 第四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是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被这个社会压力喘不过气 睡眠时间也不够长 所以可能会选择 医学美容 快速方面的效果 看似非常厉害的方式 对没错 其实我刚刚Vivian有特别讲到 有关于就是 医学美容这一块啊 其实啊 你一旦开始 就是花了这个钱之后呢 很多就要拒续再花更多的钱 来做这个保养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用最天然的方式 来保养我们的肌肤的话呢 就尽可能用最天然的这个方式 那刚刚其实Vivian有特别 道出了一句话说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啊 就是倾向于越简单 然后越好 然后要求又快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也就是受到朋友同侪之间的一个影响 大多会询问是说 你现在用哪一个品牌啊 我看你最近皮肤变得很好 赶快介绍给我 OK 所以在这边啊 我也要询问一下 就是Vivian 过去您之前都大概曾经 就是使用过哪一些品牌呢 其实我当时脸的情况啊 加上当时护肤的思维 其实觉得好像只要用 开架的面膜啊 日系的品牌啊 比如说无印XX或一些专柜 那当时因为工作的压力 环境空气污染 加上三餐也都在外面吃 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长期的熬夜 然后加上作息不正常 所以脸上呢 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如长痘痘啊 长黑头粉刺啊 或是局部干燥 但是呢 又加上又有局部的油脂比较多 还有皮肤看上去也比较暗沉 所以当时的护肤想法很简单 就是洗脸 保养 敷面膜 去脚石 但是呢 我会根据每一个护肤步骤 来选择使用的品牌 所以我最后导致就我的护肤品 还有护肤的这个桌上 都是一个联合国 什么品牌都有 有很平价的 还有加上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的连锁店 比如说保XX 去XX 或是康世美等等 那中价位呢 我也会选择像日系的品牌 甚至连百货公司专柜的品牌 我也会选择 那我这边就不细讲了 所以每一次用完 我都要跑到不同的地方去补货 那长期下来联合国呢 这些护肤品 其实呢 就导致我的肤质会比较的敏感 嗯 其实我说认真的啊 我第一次啊 从Vivian这边听到这个 护肤品联合国 那我也要说认真的 刚刚反复思考 我真的还没有遇上Celevy之前 我桌上还真的是 护肤品联合国了 那我相信这个形容词啊 还真的是反映很多一些 Yuzana家人们的一个心声 那在这边我也想问问看Vivian说 嗯 你挑选护肤品的标准 到底有哪些呢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呢 挑选护肤品的标准 有安全 有效 并且价格适中 毕竟我们护肤品是每天擦在脸上的嘛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安全第一 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没错 因为呢 你知道脸就是 像我就是靠脸吃饭 这个是开玩笑 OK 确实是 确实是 对 就是很重要 就是你用到不好的保养品的时候呢 就是 真的就是万一皮肤有一些过敏的现象 你就会烦恼 怎么办 隔天你要去见顾客 见朋友 所以我觉得Vivian说的非常非常有道义 那刚好 USANA其实是一间以科学为本的公司 最特别的地方呢 其实呢 我们会自己去淘汰 现有的这个产品 同时呢 也会去申请产品的一个配方 所以大家知道吗 Cellavi它其实是USANA耗时10年 由科研团队所研发出来的保养品 而且呢 它运用了USANA最新的Inceligence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能够优化提升肌肤的美肌力 然后同时蕴含了有长效保湿的Olive 综合植物酿素 能够带给大家水润透亮 健康光泽的肌肤 那对我来说啊 其实这已经是最完美的一个保养品了 那Vivian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当初你接触到Cellavi的契机 然后以及使用Cellavi的一个心得 来让我们的伙伴知道 当然没有问题 其实啊 一开始我完全没有听过Cellavi这个品牌 想说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广告 也没有听过朋友的介绍 所以一开始我接触呢 其实从单支产品开始慢慢接触的 后来发现 诶 使用上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就慢慢的加产品使用 后来从深层去角质面膜膏 还有深层保湿紧质面膜开始加 慢慢发现Cellavi产品 其实性价比蛮高的 因为我曾经保养的迷思 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用大的品牌 一分钱一分货 贵的总是比较好 相信在线应该很多家人们 跟我有一样的这个想法 但是自从我全套使用Cellavi产品之后 第一我感觉自己的肤质 不再那么敏感 也比较的稳定 第二呢 我觉得价格非常的亲民 第三呢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有一种逆龄的效果 应该人人都想要永远18岁吧 所以也因为Cellavi产品 用在我自己的脸上 真的是有很明显的感受 我出去和朋友见面都会说 天哪 你的脸怎么这么亮 皮肤怎么这么好 到底是用了什么东西 也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朋友 给到我正面的反馈 我觉得一定要分享 给我一样爱美 爱漂亮 爱保养的男生还有女生们 慢慢的给他们做体验示范 那刚好呢 前段时间我和家人在台北吃饭 在结账的时候 老板娘就随口问我 说 哎 你有没有学生证 那当下呢 我心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啊 每天好好的保养 居然可以让我重返学生的颜值 我和老板娘说 哎呀 我早就已经毕业十几年了 老板娘就说 真的假的 我还以为你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老板娘一脸的不相信 所以啊 我真的觉得认真使用Cellavi产品 真的会让我维持住脸上的胶原蛋白 让衰老来的慢一点 我刚刚听到Vivian特别讲到说 老板娘问问有没有学生证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 当初呢 我去美国的时候呢 跟朋友啊 就是去吃个饭 然后呢 想说来叫点酒来喝喝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也被服务生了 要求说 你可不可以出示一下你的ID 然后我就默默的拿出来 他就看着我 然后就是有惊讶的那个表情 所以当Vivian在分享这样子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深刻的这个体会 深有体会 对没错 所以像其实Cellavi啊 其实是我们就是2017年上市的 当时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怎么说呢 就是当大家开始使用Cellavi的时候呢 全脸呈现透亮光泽的肤质 所以呼应了刚刚Vivian所说的就是 哇大家的脸真的全部都亮了起来 所以果真好东西 真的就是要让好朋友大力的这个认识 以及我们要多多分享 那肯定呢 大家使用完之后呢 发现你的肌肤变透亮之后呢 一定是大大爱上Cellavi的 所以像我自己 我说认真的 我自己其实就是产品的这个爱用者 我们其实人人 我跟Vivian两位 其实也都是Cellavi的一个代言人 那其实我对Vivian会开始有印象 也是因为他跟伙伴们开始办了很多超级吸睛 吸眼球 会吸引我注意的一些软性的一个主题的派对 那为什么我想问Vivian 为什么你会想要举办这个一些软性的活动呢 因为就像我刚刚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我觉得产品用在我的脸上效果真的很好 也让我的皮肤变得有光泽 干净还有透亮 人变漂亮了 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有自信对吧 加上身边的朋友也会来询问 一开始呢 我其实都是个别分享 那毕竟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不如号召大家的力量 能够把分享的力量放大 影响力放大 分享自己和朋友变美的故事 可以帮助更多爱美想要变漂亮的朋友 所以呢我才有举办派对 或者是软性活动的这个初心和想法 想要保持这份分享的初心 加上啊现在是个颜值经济的时代 大家都是看脸 所以呢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不仅要内在美跟要外在美 真的真的 因为Vivian这样讲没错 人人其实都是靠 我觉得讲白一点话 白话一点就是 大家都是靠外表在吃饭 因为第一印象 大家跟你说话 第一印象除了眼神对焦之外 最重要就是那一张脸 OK 对所以那我也知道就是说 办一个活动 就是嘴巴讲啦 OK我们说一个活动很容易 实际你要去做操作的时候呢 真的很不容易 那这边Vivian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说您跟这个伙伴 是如何策划这些派对的 确实的就如Betty所说 一个人可以办派对 但是呢没有办法办一场非常成功的派对 需要集结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那就不一样啦 所以呢我是靠着团队合作 可以举办一场成功的派对的 团队伙伴呢也都各自有各自的长处 可以让他们发挥 一场成功的这个派对呢 我觉得有三点内容非常的重要 第一呢就是其实是事前的这个筹备小组 我们需要有一些流程的安排 包括讨论分工还有现场布置邀约确认等等 那其实第二点呢就是适中我们的细节服务 我们要确保我们邀请的新朋友来 他感觉到这个氛围气氛非常的温馨 而且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有趣 而且有这个融入感不会觉得来参加这个派对或活动非常的尴尬 那最后一个呢也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事后我们要有这个复盘跟总结 所以呢做的好的部分呢我们下次继续保持 那做的不好的部分呢我们就下次改进 让我们的派对跟活动越来越好 也会让参加来的朋友呢觉得非常有趣 想要再次来参加 哇我觉得Vivian已经开始变成就是行家专家了 那当然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刚刚按照你就是有这么多的小细节 就是活动的一个这个前中后的分享 那到底活动开始多久之前 你要开始做这个策划跟分工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事情真的是万事起头难啊 对却如像Betty说的 其实一开始呢 其实我们也是在摸索如何举办一场成功的派对 确实花比较多的时间 那至少可能提前一个月以上开始来策划跟安排 后来团队伙伴呢也慢慢找到这个 办活动派对的感觉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办活动的过程中呢也找到自我的成就感 以及娱乐感 所以呢大家也慢慢的熟能生巧 我们彼此之间也有了默契 筹备的时间呢就慢慢的缩短 不过诚如Betty所说的 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万事起头难 一开始举办活动的确需要花时间跟花心思 没错没错我刚刚这样子 其实从以前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看到结果 但是在这个结果的背后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筹划 那当然我们讲到说注重活动细节 注重顾客的体验都可以让新朋友对你们的印象大大的增加 像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你就是行家哦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你就是专家 重复的事情啊 用心做 你就是赢家 所以啊对我来说 Vivian跟您的这个伙伴 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行家专家 根本就是所谓的这个派对赢家了嘛 那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呢 就是你怎么样让每一次的派对 都可以这样子引人注目啊 没有啦不敢说自己是专家和赢家啦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每次的活动过程中学习跟调整 那么在举办每一次的派对呢 我们真的需要非常真心诚意的邀约 加上呢可以举办主题活动的 可以举办这个主题限定活动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些 市面上比较红的电影 像去年我们就参考了Barbie这个电影 那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一开始大家对于这个粉红色也是接受度不是那么的高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哇粉红色太少女了 男生可能真的会有点排斥 但是呢没想到在派对的当天呢 大家的Dresscode天哪一个比一个还要Barbie 一个比一个还要肯尼 所有来参加的新朋友都感觉好像心态啊 跟这个脸都感觉年轻了很多很多 那加上呢另外我们也会主题的这个限定活动 我们就会专门有一个专门拍照打卡的区域 所以可以让大家尽情的拍照享受派对还有节日的仪式感 另外呢我们也会在万圣节啊或圣诞节等等节日我们也会办主题的派对 有有有我之前有看到Vivian她的脸书上面哇大家就是一整个粉红色 然后呢万圣节的话就是大家就是一整个就是你知道有那个万圣节的派对的feel 然后特别是你们扮演了那个Wednesday就是星期三里面的那一个女生 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到位 那当然还有圣诞节那圣诞节就是不外乎让人家想到的就是红色绿色 那你们也都就是呃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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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家就会看到你 哇 你办什么样的活动 就开始有 大家就是去想要有问你 再继续有下一步的 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当然我也要特别提到 就是美跟西津的派对 的确会让人回味无穷 那我也相信 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 当你在派对 就是你知道激情 你知道派对激情过后呢 对对对 你们会怎么样跟就是 这些新的伙伴 就是保持一个 很好的一个关系 其实在活动中呢 我们都有进行 现场的实际体验 那活动结束后呢 真的有一些新朋友 对于Cellabee非常的感兴趣 就会有直接购买 那当然也会遇到 就是可能还在考虑的情况 所以呢 这时候我觉得 持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首先新朋友呢 我们就是先交朋友 交心 拉近彼此的距离和信任感 使用共同的语言 聊聊共同的兴趣爱好 甚至是利用话题 有的时候呢 我也会直接拿照片和朋友来分享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之后有机会也可以换个品牌 试试看 或者是体验新的产品 所以呢 我觉得保持良好的互动 那下次有活动的话呢 也可以再邀请新的朋友 再次出席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额外的服务 还有专业的价值 没错 Vivian提到一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每一个派对活动啊 其实都 除了让大家觉得说 诶你的派对很吸睛之外 其实啊 持续的跟您的朋友 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论今天是 办哪一场活动的派对 我这边其实都要讲啊 其实大家都非常注重 现在的人 OK 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 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美丽 所以我在这边提醒大家 就是说 投资自己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论今天是在健康 或者是美丽的这个层面 其实这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跟买乐透的概念很像 有买AE有机会 没有买啊 你连一个机会都没有 那如果今天啊 如果你有机会遇到USANA 遇到Cellave 你真的真的要给 我们这个品牌一个这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会给你 很棒的一个肌肤透亮光泽感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体验 那今天啊 我们非常谢谢成为Vivian 精彩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 年轻就要有保养肌肤的概念 以及啊 如何我们借有一些软性的这个活动 以及就是 让新朋友分享Cellave这个产品 OK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啊 都收获的满满 不要忘记了 我们下个月20号晚上7点半 准时收听优播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